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我们准备那个防纹的那个扣 要滴那个精油 你看是不是很可爱 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是五极芝麻山 我们准备先坐taxi过去 然后再爬山 然后再坐巴士回来 这样就比较会节约时间一点 哈喽 我们坐taxi到了 这个地方叫什么 Ruffle Range Ruffle Range 我刚刚还在笑他 我说来新加坡这么多年了 竟然没有爬过五极芝麻山 结果说要跟我第一次爬五极芝麻山 但是看这个地方还是蛮大的 我觉得我们很有可能 今天爬不了五极芝麻山 但是会在这个 这个新的那些爬 我们先逛一逛 想好去哪里了吗 怎么走 我就跟着你来 好 去怎么走 啊 看一下 我感觉出来了之后心情大好 反正不用看孩子 我觉得太棒了 看一下 哇 到处都是松鼠的雕像 哇 到处都是松鼠的雕像 你看 这些都是 Curryweiland 所以我们是去Curryweiland 对对对 330米了 对对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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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一会儿吧 我们本来是要去私地 结果 我们先来探险 对 查先生说 要不要探险 我义无反顾的 跟丛林 这就是给孩子 5-12岁 OK 我也可以当孩子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探险丛林 给猴子爬的 是不可以喂哦 当然不可以 也读动了一些 嗯 但是 蜥蜴 蜥啊 小孩子应该很喜欢哦 真的是蜥啊 你要上去吗 去吧 我记录一下你 你别摔倒了哈 不是有保险 摔倒了 我觉得你很丢人呢 摔倒了 这小朋友玩的耶 耶 胜利完成 非常棒 好 我们的探险之路要结束了 我们要回到大路上去了 哦 哎 其实不是 我们刚才是探险走这条路嘛 嗯哼 蜿蜒的回到这了 嗯哼 小往前走就到了那个 这个应该是 湿地 这应该是过去的一个矿山 留下的挖下来 剩下的矿坑 可能是有积水 我猜 哦 OK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嗯 走吧 嗯 剩下来的 看一下 这里有写 The history of queries in Singapore 然后刚才看到那个机器 就是彩石的 哦 真的耶 被你说中了 是吧 哦 你怎么这么有文化呢 有没有文化都取到你了 哎呦 哈哈哈哈 现在我们到了这个湿地 大家看一下 不可以钓鱼 只有这种捉鱼的鱼鸟 嗯 他可以在这 给大家看看 这多么小 好小啊 这么小的一块湿地 这又是在国内 只能算得上一个小水沟 对 它原来是矿山 我们选Challenge road的吧 可以 选Challenge road 可以 OK Let's go Challenge road 全是石头 Moderate road 就是这种 山路 Go 真心觉得这个Challenge road 这不怎么有Challenge 啊 哈哈 哈哈 这条路也太适合 太照了 嗯 我都出汗了 嗯 对 原来好像不怎么难 但还是出汗了 还是蛮好的 我感觉在这里呼吸鲜鲜空气 哇 真的好棒的感觉 对 呼吸新鲜空气 哈哈哈哈 呼吸鲜鲜空气 你为什么老要纠正我 我就是要说新鲜 嗯 新鲜 哈哈 哇 你像 你像刚毕业的大学生呢 是吗 嗯 那我是不是在跟卫生年少女争年 哈哈 哈哈 就你会假话 哈哈 哈哈 我们准备先去那个DAC 去看一下 哦 那个DAC 最多上20个人 哦 是吗 哇 我们终于到那个DAC了 给大家看看 这个蝙蝠还会遇到蝙蝠 啊 还会遇到什么 蝙蝠 他有这么 哦 遇到野猪怎么办 孔如狗是是动物的名字 哦 是这个像个蝙蝠一样的 对对对 像个像小雾鼠这种 哦 你看底下这个 哦 我又忘记了 那个雾鼠叫叫什么名字啊 叫可鲁狗 可鲁狗啊 看像像蝙蝠一样 对对对 哦 给大家看一看 三下的风景 这样看就能看到那个矿坑的全貌 当时我们在矿坑边还看不清楚 你现在就能看到中间是深的矿坑 哦 这个就是那个湿地对不对 对对对 就那个矿坑湿地 哦 我们现在在Treaton 我们决定向前走 去麦尼茨蓄水池 2.2千米 如果往回走的话 就是这边 刚才来的 就就相当于是去爬 叫五极芝麻山 算了 我们还是向前走吧 不要往回走 我们为什么会找不到路呢 对呀 我觉得一定是有路可循的呀 这个就是啊 就是麦尼茨蓄水池是吗 对对对 2.2千米 前面还有个Visita PubMed的 哦 OK我们去看一下 那前面还有厕所 嗯 问一下你 我们两个人出来约会 你紧张不 我不紧张 好兴奋的 昨天晚上 谁睡得那么晚 谁睡得那么晚 嗯 差不多是被儿子拖累的 啊 我们是不是应该 跟我两人约会约会 把儿子放到学校里面去 没错 没错 嗯 好 make a deal make a deal 嗯 拜拜 拜拜 嗯 啊 我们现在在这个岔路口 其实我们下来是准备去这个 麦里芝的 从这边走就可以去麦里芝去学吃 但是刚刚有一个安科就跟我们讲说 会很远 大概6到8个小时是吗 6到8个公里 哦 6到8个公里 很远 帮过汤森才能走到8少 哦 这边走回去 这 这边是走回去对吧 去那个 嗯 啊 好的 那我们 谢谢你 我们就从这边走回去 然后去爬 布基提马山 那个树荫 因为我们还没走 我们要不要去走走 嗯 好 这边是那个 就是那个 好 好 好 我们往这边走一下了 然后我们再回到 我们打算 那以后单独的去麦里芝去水池 因为确实是比较远 然后我们准备去一下今天这个新的地方 但其实我也是第一次来这里 然后也是第一次跟查先生来这边 哎 那我们今天爬得了 无极芝麻山吗 应该可以 爬了有几点 好 那我们试着 尝试着 我们把这边逛完 然后去看看到 到时候我们有没有时间 去爬 无极芝麻山 哦 这边全部都是零鹰小道 就不是很晒哦 其实有太阳它也不会很晒对吗 嗯 有一条很窄很窄的小溪 水很清澈哦 嗯 状牛是从哪来的 刚刚那个牌子上面写着 不可以picnic 因为是natural part 就是怕有猴子是吗 会有猴子或野生动物过来抢 很危险 我本来早上还想说 我们要走那么久的 呃 路 然后 肯定中途如果肚子饿的话 我准备一碗沙拉 幸亏听了查先生的话没有准备 不然 很有可能被猴子他们 还有野生动物袭击了 我们还180米就到了是吗 到了这个 Gaharu Trail 你累不累 OK啊 我们走到头了 我们等一下去那个 visitor pavilion 去上个厕所 然后回到哪里啊 回到 Bukitima 拿出 哦 对 待会我们就去 对 我们待会就去 Bukitima 看能不能去爬个山 待会 你想吃啥呀 我们下去的话 从Bukitima出发 然后我们是回 市中心吃饭 还是就在那附近吃饭 然后面可以在这附近看一下 这个beauty world MRT station 看附近有没有什么吃的 OK 如果有一个附近吃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路 好安静 如果又不是特别热 那我不就 那个蝴蝶一直都跟着我们 对啊 黄色的小蝴蝶 哎 哈哈哈 我要亲力了 哈哈哈 哈哈哈哈 让我们走这么近 我们小法国家 还是有一公里 哦 你到底没走了吗 对哦 难道 我们绕了一圈 还有一 没关系 反正出来木顶也是为了走的 我要吐槽一下 哇 我们走了这么久 然后到那个Vizita Pavilion 还有一千米 Oh my god 这是要走多久 啊 亏的没有去麦里茨 那2.4一定是虚的 哈哈哈哈 我们还是要单独找一天 去麦里茨 去学池的 对啊 好 天呐 我们走到原来的地方 你看 这个Vizita Pavilion 还有一千米 我们走回原地方了 那个桥 哦 哦 我说小河的那个地方 哦 我们当时从这走的 我们当时从这走的 我们这地方没有走 哦 OK 我们都回来 我们现在走回走 哦 OK OK 我们现在要研究个全色的走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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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go 走吧 继续到这个一千米的Vizita Pavilion 哇 这是走了多少米啊 一直都说一千米 太神奇了 你看一下我们走到这里终于是四百米了 还有四百米 耶 耶 刚刚查先生 给我解释了一圈 可能是觉得说那个工作人员要做那么多路牌很辛苦 所以我们一直处在一千米之中的那个trial里面 对不对 对我们走出那个步道之后 然后进入新的这条线就开始上一千米 嗯 所以我们刚刚是只剩四百米了 我觉得 希望就在眼前 对 希望就在眼前 其实还好我没有太累 因为也不晒也不热 因为今天的天气是一个阴天 虽然没有风 但不是很热 也不是很晒 我觉得蛮舒服的 看一看 我们走回那个Vizita Pavilion只剩两百米了 哦耶 我好想去上厕所呀 哦 当初我们走的时候 一边走 哦 当时我们在这边去Pairway land 哦呀 我们去斯利 从这儿走的 然后我们从这儿上来了 这个 Murray Trail 然后我们走回正路了 Vizita Pavilion 34 在Vizita Pavilion里面准备出发了 对 我们是1点34 1点08了 1点08 我们走了大概 接近了一个小时40分钟 对 一个小时40分钟 我们把整个私地还有那个叫什么 那个trail trail 的那个 对 那个步道 它整个这个nature park 我们基本上都走了 这个叫Rifle Range Nature Park 这个新开的 两三个月前才开的 对 等于说 接近两个小时 对 其实我们走的不算很快 我们走的挺慢 对 因为主要目的是谈恋爱嘛 所以是走的比较慢 哈哈哈 OK 然后我们到了 到了那个Vizita Pavilion 然后到时候我们去看一下 就是加个水 对 它是气 水会弄得更脏啊 气反而更好一点 靠气流把里面的石子啊 泥块给吹掉 如果是Bukitima Natural Preserval的话 一千米不会像我们之前来这个地方一样吧 一直都是一千米 一千米应该是走到山脚下去走 好的 OK 我们现在 我们走到这里了 我们在这 我们要往Bukitima 所以我们往这边走 是一公里到Bukitima 一公里会走Bukitima 一公里会走Bukitima Bukitima Natural Preserval 哇 So cute 我们刚刚看到有好些工人在这里维护 哇 我觉得这么大 这么大一个自然park 真的是好难维护啊 需要好多人 真的是 但是大家还是不要乱人垃圾比较好 是因为土壤太 就直接把它挤压下去了 它不是 从那边是没有entry的是吗 哦 因为 因为它要往左边走 Bukitima 终于只剩500米了 哦耶 500米对于我们来讲是 小case 500米几直到山脚 虽然500米只是到Bukitima的山脚 但是呢 Bukitima虽然是新加坡最高的山 但是 那个山真的不高 大概才多少米啊 海拔160多米 海拔160多米 我记得在深圳的时候 那个梧桐山就有 我忘记了 反正比这个高好多倍 我觉得今天我们应该是可以爬得到五极芝麻山的 哇 还是蛮幽静的哦 很舒服 很舒服 哇 我住在山林中 你说如果住在这里 人的寿命会不会变长一点呢 因为呼吸的氧气会多一点呢 因为呼吸的氧气会多一点呢 健康啊 但是我觉得还是跟心情啊 还有生活方式有关 啊 住在这天天酗酒 住在这天天打游戏 不运动 那也没有用 嗯 对不对 而且也有爱 哈哈哈 You are right 为啥你突然变成了油腻大叔的呢 那当然了 都冬天了 再不油腻 就没机会油腻了 到什么时间段 就要做什么时间段 该做的事 哈哈哈 油腻又油腻 咱不能漏气 我们走不下去了 这里 我们要怎么 去呢 欸 不朽你 哈哈哈 不朽你 啊 ok 小桥流水 ok 又有一座小桥 排水沟 排水沟 排水沟还蛮干净的呀 是啊 就是 下雨的水沟 ok 坐在雨里面 啊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呢 啊 快点 啊 啊 这体重 这蹲位 拉不拉得动 我是拉不拉多拳 哈哈哈 你是拉不拉多拳 哈哈哈 那我是什么 嗯 那我是什么 你叫蹲位 哈哈哈 哦 我不想牵手了 我不叫蹲位 哦 我们应该是走了 Vistor Center OK 然后再从那开始踏山 OK 哇 我们现在终于到这儿了 哇 哇 Good job 大爷 我们从一头走到一头 很了不起 是吧 2个多小时 2个小时 5分钟 你看现在是它的entrace 然后我们出了这个entrace 我们就相当于出了这个区域了对吧 对 对 我们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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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给大家看看 正面的三角下的 OK Tima公寓 这是最富有的区域 是不是 应该是 新加坡最价最贵的区域 多少钱一平米啊 因为买不起 没了解 哈哈哈 说不定以后儿子们呢 谁知道 就给他们来了解吧 好吧 我们已经到Bukitima的三角下了 我以前 好 我以前上山的时候都是走那条路 看到那个石头了吗 然后这是他们的 我们今天决定先去Vizade Center去看一下 哇 他这里竟然禁止带宠物耶 对 以前 我走的是那边 就是比较耐车的 就篱笆啊 那个 但这个去Vizade Center也是不错 啊 我们到Vizade Center 现在就在这儿嘛 嗯 Samiq就在这儿 OK 我们就上去 Rout 1 红色 Moderate Rout 2 蓝色 Moderate Rout 3 绿色 Difficult 我们选一个比较简单的吧 Rout 4 黄色 Difficult 我发现好像很少人走这条路 是不是因为这条路 比较容易啊 因为现在这个时间点 哦 吃午饭的时候 哦 可能我猜啊 早上来登山的人都已经回家了 哦 有可能 下午来登山的人可能刚 在来的路上还没到 哦 有可能 我们这点比较幽静 哦 我以为只有我们选择最容易的路走呢 有可能是一个week day 哦 可能是 OK 好了 我们要登山了 待会见 我本来还想说 我们选择了一条 比较容易的路 大家看一下 这个路有多陡 哎 马上来起船叙叙的 现在两条路 都是通向山顶的对不对 一条是大路 一条是大路 就是这条路还是很平的 大概是540米 然后一条是这个路 叫Sami Pass 大概是150米 你想走哪条路 150米的 下山走大路 OK好 Let's go 我们挑战一下自己 确实是好陡啊 记录一下 不但挑战的我们 哎 为啥镜头里面你还是 这么游厉啊 我是大叔 大家好 我是大叔 游腻男 游腻 游腻 怪鞋但不渣 天哪 有人承认自己 啊 也是没谁了 你看一下 前面有点多 其实也还好 就是每一个台阶 其实蛮大的跨度 但是还好 朋友小的跨度 对 可能就是方便 带北鱼和老鱼 对吧 膝盖不好 你看他左边其实是很大的台阶 他右边的话就是很小 就是大概左边的一个台阶 他右边就会见两个台阶 还是挺人性化的 嗯 游腻大叔 来 转个头嘛 哦呦 不错 走鸡线 150米还没走15米 继续加油 我们可以的 看着路 好 我要记录一下 我们真的是 从那个高台阶 上上来了 我要 船两船 刚刚查先生说什么 嗯 刚才说 原地抖三分钟 原地抖三分钟 Oh my god 好 接下来应该是 比较平坦的路 直接到达山顶了 应该都是这样的站道 诶 真的到山顶了 Oh my god 哇哦这是卫星塔呀 哇这里还有一个CCTV的 那 那 那得在标志性的石头上面 扭念一下吧 我们终于登顶了 什么感受 哈哈哈哈 我们总共花花费了25分钟登顶 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 但觉得还算是OK的 但是我们准备沿原路 那个比较难的楼梯下去 因为比较快 我们登顶了 我有个感受 什么感受 人生风光时 刹那就好 哈哈哈哈 哎呀 我们准备去找吃的了 我们还没吃午餐 现在几点 2点25 现在2点25 我们准备去吃午餐呢 我们又来吃那个叫周四 叫什么 十多米线 对 对 因为上次有粉丝推荐说 要去吃烤猪蹄和麻辣烫 所以我们就出发 从beauty wall 直接做到吃烤猪蹄来吃了 看一下 就直接从C出口出来 然后往左边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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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试了一下酸菜的 上次我们试的是泡椒的 然后点了一下卤菜 这个是烤猪汁跟蜗棉藕 然后我们还点了一些麻辣汤 我点的是小辣 看一下这个麻辣汤 看着就好吃 我要开动了 我们刚刚从那个周四砂锅米线 十锅米线出来 砂锅米线 我们点了一份麻辣汤 然后一份酸菜肥肠 就上次有粉丝介绍的 我觉得那个我们点的是小辣 麻辣汤是小辣 哎呀辣的要吐火了 不过烤猪蜂很好吃 对 大家推荐了烤猪蜂 真的是很好吃 我们我们点了两份 然后但是我觉得它的卤藕好像做的没有上次的好吃 然后呢它有一个烤干子 我觉得也就一般般 没有说太好吃 但最重要是它的 你觉得生菜肥肠怎么样 不说我觉得不说如果不爱吃辣的话 或者不能吃辣的话 它的生菜肥肠米线还挺好的 对 下次来的话还是继续点泡椒的 不要吐火了 那就这样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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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